鲁迅曾经说过 可以成王的退色者 敢于直面守残的人生 敢于正视市区的女巫 我们其实并不是没有女巫 只是她在我们刚刚回到家地地的时候 就被发现已经去世了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我们的女巫是怎么死的呢 她杀 自杀 还是交通意外 为什么要杀我们的女巫 仇杀 情杀 还是无意识犯罪 既然有小伙伴在喂 那么作为所有区的UP主 就必须来调查一下 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嫌疑人 一起来破解这个交集地的第一起案吧 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非知名侦探光头麦克苏 首先我们来看看案发现场 有没有什么人证物证可以帮助我们破案 后王礼拜堂 日文直接翻译过来 就是等待着王来到的礼拜堂 在史东威尔城西面的布岛上 四面黄海 看似没有进出口 但有四中楼可以随意传送过来 做完现场 大门紧闭 且必须有老紫层打开 有窗户 同时教堂的屋顶破了 所以即便是关着门 也有人可以跳进来做案 可怜的女巫瘫倒在地上 从穿着上看 我们可以确定她是纸头女巫 她们各自会侍奉一位退色者 引导退色者 以及传达双子的话语 据说赤福的指引 会让两者相会 放一望去 皆是如此 地上有一堂血 但没有挣扎的痕迹 也没有尸体被戳动的血迹 这里应该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从尸体的腐烂程度来看 应该做案时间并不长 我们可以从女巫的身旁 或者退色者老子 细受颅骨的丝腊化舌脂 是意图帮助后劲的前人 所留下的物品 作为唯一的遗物 后续会很有用 地上还有女巫的流言 即使引导早已破碎 也请您当上埃尔登之王 多好的女巫 谁这么狠心下得去谁 好了 就这么多现场物证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嫌疑人有哪些 看能否通过人证 物证和作案动机分析 来确定 到底是谁杀了我们的女巫 就在门外的贴族后裔 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嫌疑 99.93%的推出者认为 肯定是她杀的女巫 因为只有她出现在来 案发现场试剧 并且在我们去尝试理论时 她先动手的 明显心虚了 面对我们时 是从上方跳下来的 很符合我们刚才提到 礼拜堂的物顶破了 可以跳进去作案的可能性 杀死女巫后 时间不长 接着贴族后裔 还没来得及逃离 就被我们追上了 作案时间也追上了 唯一我们无法确定的是重器 难道是杰之贵族后裔 认为她是个帅哥 耍流氓 调性女巫不成 恼羞成怒 就把她给杀了 虽然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是更有可能的是 离这里不远的史东威尔城城主 杰之葛瑞克 害她来的 杰之是谁 两次分别被拉塔恩 与玛尼尼亚 打到甜脚趾的软弱男人 持有一个大卢恩 除了会给自己 揭一堆不知所谓的手以外 啥也不是的黄金鱼竹边缘血脉 我们是谁 要成为爱尔丁之王的男人 肯定要去抢两个大卢恩的 这还不让杰之瑟瑟发抖呀 知道有我们这样一位 强大的褪色者来到了 肯定想先下手围墙 于是派杰之贵族后裔 来先把我们的女巫给赶了 这样我们就无法升级 对她就没有威胁了 也确实如此啊 没有升级的我们 连小小的杰之贵族都打不过 更别说葛瑞克了 还有什么比从源头解决问题更有效呢 这样动机就完全成立了 所以众大嫌疑人 接着贵族后裔和接着葛瑞克 必须做拿归案 既然葛瑞克知道 我们要抢他的大卢恩 那么堪门的马尔基特 不会不知道吧 同样在史东威尔城 凭借他可以直接从城墙上 飞下来的本事 估计飞到后王礼拜堂 也不是什么难事 马尔基特是谁 作为要扑灭一切妄想 得到爱尔丁法环的褪色者心中 愚昧的野心之火的恶造妖鬼 一定不希望我们踏上寻求法环之路 所以和葛瑞克一样 把我们按倒在摇篮里 是最好的选择 杀我们的动机是完全有的 不过恶造妖鬼要杀我们女巫的动机 却不是太足 我们都知道恶造妖鬼就是蒙葛特 作为有着极强荣誉感的恶造王 肯定不会像葛瑞克一样 做任何有损于黄金树生育的事情 偷偷摸摸杀女巫这种事 像是蒙葛特做得出来的 正面真刀真香的干 正适合恶造王的作风 当然在第一次王臣战争 他耍了点阴谋诡计 但整体上来说 他还是正面打摔了联军对王臣的进攻 很难想象他会偷偷摸摸去杀我们一个女巫 虽然他离得很近 也完全做得到 退色者一踏上交界地就会有人说死他杀死女巫 杀别人的女巫也可以 于是第三个嫌疑人浮出水面 白面具凡雷 虽然我们知道作为战场医师 凡雷未必会亲民险帝 但他极其煽动性的语言 可能说服其他退色者跑来杀死我们的女巫 以取得象征于双子绝叠的女巫的血 这样他的女巫就不用死了 我们在礼拜堂看到的女巫死后一地的血 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们自己就是人证 谁让咱们自己也干过这事呢 不过我认为 凡雷可能也是故意引导别的退色者 杀死我们的女巫的 原因很简单 我们是谁 要成为埃尔登之王的男人 这对他组织蒙德的事业很不利 必须挖墙角把我们给挖过去 先干掉我们的女巫 让我们在交界地很迷茫 然后在出生地用语言来PUA我们 最后图穷地线 招我们入伍 加入我们国 你看动机明确 证据清晰 说我们的女巫不是她找人杀的 你会信吗 不过要提到动机 可能谁都不会比梅琳娜 并希望我们的女巫死掉了 不然她怎么可能当上我们的女巫呢 第一次见到这个丫头 就觉得不像好人 都不认识 就要来和我谈条件 是要有车有房才能相亲吗 你看就想做我们的女巫 好让我们带她去黄金树 是不是扎女 不过问题是 她是自己去到后王礼拜堂杀掉我们的女巫的吗 毫无疑问 肯定是的 记得偏头我们醒来前发生的事情吗 为什么她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我们身边呢 这可是个洞窟哦 答案就是 她一直在观察我们 我们到了哪里 她了如指掌 在我们没有到达后王礼拜堂的时候 就杀掉了我们的女巫 神不知鬼不觉 出来大道的阿退 根本就不知道组织上还分配了一个女巫 她去把女巫杀了 自己来顶替 再合适不过了 所以她才是杀死我们的女巫最大的受益人 根据谁受益 谁就是凶手原则 我们的女巫必定就是梅琳娜杀的 我话讲完了 谁赞成 谁反对 可能是因为我们太香了 想成为我们女巫的 还不止梅琳娜一个人 你看伊雷娜 摩文成竹女儿 不可见者 错其半岛拦路人 亚人的主人及其追杀者 夏布丽丽葡萄喜爱者 呕吐者 颠火女巫海达重生者 跳跳乐达人 死了都要活过来成为我们的指头女巫 不同的是 她想成为的是三指的女巫 你很难不相信这样生残之间的奇女子 不会为了早一天当上我们的女巫 而去把我们的二指女巫给杀了 在这里海达给出了她不在场的证据 她出身眼睛就不方便 不可能去到后王礼拜堂 杀我们的女巫 请一定要相信我 她在撒谎 你敢相信一个跳跳乐玩得比你还溜的人 会被一个小小的四中楼传送门给拦倒 当然海达背后是夏布丽丽和三指 他们用夏布丽丽葡萄引导着海达成为我们的女巫 自然也可以引导她前往去杀掉我们的女巫 以夏布丽丽的劣迹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海达也是杀死我们女巫最大的受益人之一 她也必须是杀死我们女巫的重大嫌疑人 但是在这里我要提一个问题 女巫就一定是被别人杀掉的吗 想想维克的女巫 作为最接近爱尔登之王宝座的褪色者之一维克 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巫成为火种 必须去受持癫火 但是她的女巫仍然死在了她面前 很有可能是被癫火弄得疯狂的维克 失手杀掉了自己的女巫 那我们的女巫就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吗 我们看到女巫已经死掉的场面 也有可能是我们杀掉她以后伪造的现场 毕竟最信任退撤者的女巫被退撤者杀掉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不是吗 为什么我们会杀掉自己的女巫呢 我就问你 是想要这样一个女巫呢 还是想要这样一个女巫呢 更何况还有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在前面等着你 你自己说该怎么选 这个时候 你也同意带个女巫在身边 很难解释吧 承认吧 其实你才是动机最大的那个人 你个禁不住诱惑的杀人凶手 我们的女巫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是离做完现场最近的 接知贵族后裔杀的 还是受益最大的梅丽娜动的手呢 又或者是退撤者之劫 还是有这种可能呢 或者您认为其他人才是真正的凶手 也非常感谢您能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麻烦点赞评论和关注 我是没有不一项的光头麦克苏 关注我 不迷路 为您带来更多的游戏攻略 与资讯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手传档做视频不易 感谢一键三连支持